200门大炮 三个坦克连 打光四十余万发炮弹 再动用两个师 就是为了拿下一个团级防守的小山头 然而 整整打了一个月 山头是拿下了 美军却换掉了两个师长 还打出两个 让他们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的地名 一个叫血染岭 另一个叫伤心岭 就是到了战后 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主攻 那么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到底有多惨烈呢 不可一世的老美 为何又要如此的大动干戈 与这个小山头过引不去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部署于中国的中国士兵 是如何打出人民军的风神一战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 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 先后经历了五场大战 不仅让交恒跋扈的老美 领略了志愿军的巅峰战术 也让他们见识了战士们的毕生信心 更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胜利是无比的渺茫 也由此走上了谈判桌 但心高气傲的他们 又不愿意接受战场上打不过的事实 谈判代表们 甚至还一度叫嚣着 用飞机大炮来说话 妄想着打一场展示实力的硬仗 来迫使对方让步 虽然表面很强硬 但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 跟志愿军交手 肯定占不到什么便宜 便学起了志愿军 打起人民军的主意 志愿军打不过 难道还打不过人民军吗 而就在此时 东边竟然意外地出现了一个 人民军的突出部 这简直就是不谋而合 天赐良机 东海岸这边虽然山多地少 但一直都是人民军的防区 他们三个军一字排开 分别是人三军 人二军与人五军 突出部就是中间的人五军 在他们的对面 分别是陆战一师 南武师 美二师与南七师 很明显 中间的938高地 就是一个很好捏的软柿子 而此时的美军阵营 更是得出了一个可笑的结论 战场的失利 很大程度与南军的士气有关 窃战 还没开战 他们就跑光了 急需一场胜仗来提升他们的士气 所以 这一战 开始的主角就是南武师 当然 老美也并不是袖手旁观 为此 范弗里特还特别交代 将火力增强至无限的暴击模式 那么 这个暴击模式究竟有多夸张呢 别说是抗美援朝 就是二战期间 也很难见到如此强悍的火力 200门M1A1型 155毫米榴弹炮 对着一条4公里的防线 平均每门炮火的覆盖范围仅有20米 而且炮弹还是不计成本的 范弗里特弹要量 可以想象 当时的炮火有多猛烈 1951年8月18日 一场让美军磕掉牙的巅峰之战 正式打响 200门大炮 同时猛轰 别说是火舞 就连树木都找不到一根 岩石被炸得粉碎 泥土被离松了一两米 负责主攻的南武师36团 他们以两个营的兵力 分两路 同时向938高地 发起清扫式的进攻 由于目睹了刚才的炮火 使他们更加自信 这是毫无悬念的一战 只需表演性的 到山头上插一下棋子而已 当他们冲进第一道嵌毫时 阵地上果然空无一人 士气也瞬间变得空前高昂 他们几乎喊着口号 一路猛冲 然而 就在此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一阵密集的地雷爆炸声 瞬间就将他们炸了个人羊马翻 向前不可能 撤退又不敢走 一时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只能联系后方的工兵 排雷接引 就这样 整整忙了一天 敌人的人影都没见到一个 自己却被地雷放倒了一大片 傍晚收兵时 全是缺胳膊少腿的伤兵 地雷不埋在阵地的前沿 而埋在两道阵地的中间 看来这次真的是碰到高人了 那么 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战风上 为何会如此的似曾相识呢 为何又称他们是 不属于中国的 中国士兵呢 请看下集 938高地之战2 强将手下无弱兵